下放完了上班族也都陆陆续续的开工 不过有超过六成的上班族 因为过年期间吃的太油腻了 一上班现在感到了肠胃不适挂病号 医生就说了除了注意均衡的饮食之外 补充益生菌是最快降低肠胃负担的方法 年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的上班族 常感到不适应 除了想再多放一些假之外 身体好像还没调试回来 根据统计超过六成的上班族 表示过完年后会产生郁闷 疲累等生理反应 其中肠胃求诊病例更增加不少 因为肠胃问题来求诊的比例 有增加到二到三成 这些症状可能包含因为肠胃炎 或者是因为便秘 腹脏腹痛的问题 烟酒 辛辣物或是茶咖啡等等 造成肠胃负担 过年期间大吃大喝就忽略了 要均衡摄取营养素造成肠胃负担 医师也提醒民众要多摄取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消化 像是五穀草米或多喝水多运动 再加上适度的补充益生菌 它可以抗胃酸跟胆酸的侵蚀 比较可以定制于肠道 保足我们的菌种数量 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降低 胃幽门感菌的树木 挑进食习惯少油少辣 挑选经过国家双人症的乳制品 更能快速补充肠胃好菌 上班没负担 我也是 他真的有用 那么帅 我也是